7月15日世界杯结束,法国队夺冠,华帝股份002035,也要向消费者兑现其法规队夺冠,华帝退全款的承诺。 目前,退款有序进行中,第一批审核通货的用户,已经完成手续拿到了自己的全额退款,看似进展顺利,但并不是所有人,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拿到全额退款。 随着世界被热潮的退去,华帝的营销效应也逐渐消退,如果现在无法常常亮亮退款,也势必伤害品牌形象,退款变退卡。 大家肯定都清楚的记得华帝的那句宣传语,法国队夺冠,华帝退全款,话说的明明白白,清清楚说,退全款,而现在却只能退购物卡,有些顾客甚至因为发票的问题被拒绝退款。 做生意的永远不会吃亏,消费者明显是被华帝套路了,虽然华帝对退全款只是平台购物卡做出回应称,所使用的购物卡在这平台都属于笨额购买,不限购。 但购物卡就是购物卡,不是退款,虽然很多消费者不在乎退款,还是退线上购物卡,宣传图下也有很小的字写着,活动细则想寻华帝当地的终端门店或个电商平台华帝店,但这样的宣传语是误导了消费者。 有消费者因为新买的房子还在装修,延时送货,迟迟没有拿到发票,被经销商以没有发票为由拒绝退款。 也有消费者因为不是分开下单,而是同时打包购买了两套冠军套餐,也被拒绝了。 华帝股份的第二大经销商是连,未经华帝,天津华帝的公司,仍为正常开展工作,各门店和专柜,也处于公平状态,消费者到底能不能拿到货和退款还是未知数? 华帝是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赢家,当搞这样的小聪明,伤害消费者,会不会印销失大呢? 营销世界深藏风险国际足连CFIT有条规则,一级赞助商为CFIT的全球合作伙伴,CFIT Partners出现在CFIT组织的全部大型赛事中,二级赞助商是CFIT世界杯赞助商,CFIT World Cup Sponsors可进行全球推广, 三级赞助商为区域品牌支持,可借助世界杯名义,进行区域性推广,这次2018俄罗斯世界杯,中国的赞助商有7家,一级赞助商是万达,二级赞助商是猛牛,Vivo海信,三级赞助商是雅迪集团,直点一镜,地牌国际,但是没有华帝顾分。 虽然华帝和法国队合作,获得法国队接援,法国团队肖像和对标logo使用权,以及法国队官方合作伙伴的称号使用权,但这是否触碰到了国际足连CFIT的规则,还是未知数? 值得注意的是,世界杯结束后,华帝股份的股价,没有因为促销活动继续上涨,反而走出三连因走势,截止发稿,目前更是大跌6.85%。 很多股民对华帝次次退款,也是感到愤怒,好好的一盘棋,收关注婚招,格局太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